林姆甩丢五百万支票 让我离开林思雨的时候 我半点没犹豫 待在林思雨身边五年 我最好的时光都给了林思雨 这五百万一点都不算多 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林思雨的耳朵里 后来我听说林思雨赶来的那天 她连最重要的会都没开 林思雨赶到她给我买的公寓里时 我正在收拾东西 你什么意思啊 林思雨的脸色很是难看 凭我和她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知道 她现在这个样子 一定是气急了 林总 五百万要我和你分手 这个很难理解吗 我笑着看向林思雨 尽量让自己不那么狼狈 果然 我这话更加激怒了林思雨 她几乎是咬着牙说 走了以后 你别后悔 说完这话后 林思雨先摔门离开了 其实林思雨这些年对我挺好的 当然 仅限物质上 林思雨这些年 把我养得 跟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一样 豪车奢侈品手表 从来没亏待过我 而且 我要是一直跟着她的话 那可不止这五百万 只是现在 我有些厌烦了 如果不是最近听说 沈眼之要从国外回来了 我都快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我只是一个替身 沈眼之是林思雨的未婚夫 也是林母一直看中的 门当户对的对象 我很争气的 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把东西收拾好了 从公寓出来后 我没地方可去 最后去了朋友浩子那里 不巧的是 正好碰上浩子新交往的女朋友 也在 别人一对情侣 你们我浓 我在这里 多少显得有些多余 浩子有些抱歉地看向我 毕竟我没提前打招呼 所以我很自觉地去了酒店住 这家酒店 倒是之前和林思雨常来 有时候 她因为工作应酬喝多了 就竟开了酒店休息 林思雨的酒量很好 喝了酒的她 很少会在外人面前失态 可一旦喝醉了 没人可以搞得定 只有我可以 她的秘书每次 在林思雨喝多了的时候 都会给我打电话 在前台办入住手续的时候 前台女生认出了我 她笑着问我 林总没来吗 我摇了摇头 很是坦然地开口 我和林总已经没有关系了 大概是没想到 我能这么随口说出来 女生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之前我和林思雨的关系 上层社会都知道 林思雨是商界有名的 单身女总裁 而我 不过是她花钱包养 来哄她开心的小白脸 酒店入住手续办理好后 我给自己倒了杯酒 还放了我最爱的 重金属音乐来放松 林思雨不爱听摇滚 总说吵 每次和她待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是听那些 她爱听得舒缓的音乐 可现在喝着昂贵的酒 听着热闹的音乐 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在酒店足足躺了三天 直到浩子来找了我 浩子知道我和林思雨分手了 特意和她女朋友请了假 打算陪我去旅游放松心情 结果出发的前一天 浩子公司有急事要处理 说好的兄弟散心旅行 很快就变成了单人游 最后 我独自一人去了泰国清迈 刚上飞机 林思雨给我打来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直到过来的空姐提醒我飞机 马上起飞 要把手机关机 手机关机前 林思雨的信息进来了 我只说一次 闹够了就回来 我看着那短短一行字 突然就想起了四年前的事情 四年前 也是我跟了林思雨一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我 突然知道了沈眼智这个人 当晚 我喝了很多酒 第一次对她耍了脾气 彼时的她 正在书房里处理工作 偌大的办公桌后 她正对着电脑和那边的人 开跨国会议 样子清冷又迷人 我在酒吧 喝得醉醺醺回去 林思雨工作的时候 从来不让人去打扰她 可那晚 我借着醉意 搂上她鲜细的腰肢 低头吻上她锁骨的敏感处 带着赌气的成分 问她是工作 重要还是我重要 那晚 她真的生气了 她抬眼冷冷地看向我 我再说一遍 我在工作 出去 我还想继续 却被她喊来的保镖给丢了出来 其实从别墅出来后 我就有些后悔了 别墅区地处偏僻 尤其是一到深夜 就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再加上我的手机没电 简直就是 在给自己找罪手 正当我在马路边上 抽了第十五根烟石 林思雨就找出来了 她脸色算不得多好看 穿着细吊带的真丝睡裙 朝我走来 你闹够了没有 我咬着她最讨厌我抽的烟 正想嘴硬 一个喷嚏就打了出来 大概是我当时的样子 实在滑稽 林思雨没忍住 笑出了声 她第一次朝我伸出手 可那是我心高气傲 倔强地推开了她 她的手悬在半空中 也是真的生气了 她偏了头 看着我道 我再说一次 闹够了就回来 她真是说到做到 说完这话的林思雨 转身就走 我开口喊住她 把我车钥匙给我 顾恒 车是我给你买的 钥匙不打算回来 车你也别想带走 那个时候 我突然就明白了 我和林思雨的关系 我带的表 开的车 穿的名牌衣服 都是林思雨给我买的 见我没有作声 林思雨再次转身 站在原地朝我伸了手 也从那次以后 我变得极其听话地 待在林思雨身边 而这一待 就是五年 我收了手机 随手删除了那条短信 飞机飞了两个小时 我抵达了清迈国际机场 倒霉的是 刚下飞机没多久 我钱包就丢了 警局里 泰国警察打量着我 浑身上下价值不菲的 名牌穿着 那样子 仿佛在说 不偷你的 偷谁的 语言不通 身上又没有钱 连有效证件都没有 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警察把电话推到我面前 让我打个电话找人来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意外去世了 我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 可我奶奶还没来得及享福 就去世了 在我奶奶去世的那年 我认识了林思雨 她就像是我阴暗的生活里 照进来的一束光 不得已 我给林思雨打去电话 跨国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 嘟嘟的响声在提醒我 那束曾经照亮过我的光 真的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浩子的电话我不记得 对面坐着的警察的耐心 逐渐消失 直到半下午的时候 一个中国年轻女人帮了我 女人叫何雪 那天碰巧她正好来警局办事 看到我独自一人落魄地坐在角落时 本着国外有人的心理 她用流利的泰语 帮我和警察沟通 从警局出来后 我重新办理了新的手机号 也和林思雨断绝了一切联系 可是偶尔上网 仍旧会刷到有关她的消息 沈眼之陪着她逛街购物 一脸宠命 她和沈眼之登对地站在一起 给新开业的酒店剪彩 她和沈眼之的世纪婚礼即将举办 我留在了亲迈 和何雪成了好朋友 在何雪的帮助下 我成功地进了一家中泰合作的 外贸公司工作 被林思雨包养的这五年 我仿佛丢失了谋生的本领 语言不通 工作忙碌 幸好 还有何雪帮我 我和何雪两个漂泊在异乡的人 互相取暖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 原来彼此孤独的人挤在一起 并不会暖和 站在事业开阔的阳台上 我笑着问何雪 你为什么留在这里 她抬眼看向我 眼里流入着浓重的哀伤 彼时 又是一个天灯节 孔明灯漫天 明黄色的烛光 映在何雪棱角分明的脸上 我知道了她的故事 来清迈过一个天灯节 曾是她去世男友的心愿 她说 对着孔明灯许愿 会很灵验 我知道 说着这话的她 一定想到了她的男友 可是 她的男友没有来成 死在了她的怀里 我从来不信神佛 可这一刻 我双手合十 虔诚地 对着漫天的孔明灯许愿 我要忘记林思雨 日子一天天过 工作很忙 有时候 我还不得不应付 骚扰我的上司 那个油腻上司是Gay 她会故意假借工作的名义 对我动手动脚 开有颜色的玩笑 何雪为了帮我 那次来公司接我时 故意说我是她的男朋友 从那以后 那个上司没再对我骚扰过 我正好乐得亲近 在清迈待了近两年 我突然接到了 公司派前 我去中国谈一个项目的任务 没过两天 我就收拾好了东西 和几个泰国同事 一起回了中国 飞机刚一落地 对方公司 已经安排了人来机场 对接我们入住酒店 酒店是之前林思雨经常住的 我站在门口 有片刻的失神 早已忘掉的回忆 突然如潮水一般 悉数涌来 等到看到办理入住的 前台女生换了人 我紧紧握住行李箱的手 这才松懈了下来 沈总好 林总好 入住手续办到一半时 我们身后 突然想起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我刚才放松的身子 立马又绷紧了一点 有一股熟悉的香味 钻进鼻子 这是我当时送给林思雨的香水 林思雨其实不爱喷香水 这个香味 还是我那段时间 沉迷香水亲自调制的 就像是尘尖开的 第一朵花淡淡的清香 只是那瓶香水 我在林思雨身边时 她从来都没喷过 身后的人停顿了一瞬 但是很快 那香水味 就消散在了空气中 抬眼望去 被一群人拥着的林思雨 和沈眼之消失在了拐角处 我知道我有可能碰见林思雨 但是我没想到 会这么快就碰见 毕竟我们合作的公司项目 正是林家和沈家 合伙新开的公司项目 只是 我抱着侥幸的心理 毕竟我们的项目 还没大到老总亲自来对接的程度 按正常 两个项目经理足够了 中午的时候 对方公司突然安排了饭局 泰国同事喊上我 一起去了酒店包厢 刚推门进去的时候 就见林思雨端坐在主位上 琉璃灯光清晰而下 两年未见的林思雨 愈发明朗娇艳 落座后 我上次为了促成这桩生意 一个劲地让我给林思雨敬酒 我在林思雨身边的那五年 酒会没少参加 酒也没少给林思雨挡 直到那次 我因为挡酒 喝得未出血进了医院后 被医生命令禁止 再也不能喝酒后 我已经很久没再碰过酒了 可在泰国的那几年 我还是会喝酒 因为 在夜里失眠的时候 喝了酒后 可以让我很快入睡 酒杯里的酒 很快就被针满 上司在一旁用泰语催促我道 小顾 沈总这么重视我们这次合作 都亲自过来了 这个酒 你可一定得进 透过酒杯边沿 林思雨清冷的目光 扫到我身上 我站起身来 端起酒杯 正要敬酒的时候 就听到林思雨开了口 她不能喝酒 话音刚落 在座的人都面面相去 身边同事八卦的眼神 纷纷朝我头来 正在这时 包厢的门被推了开来 穿着一身高定西服 身形奇长挺拔面 如雕刻的神眼之走了进来 她一进来 和我一起愣住的 还有我的同事们 显然 不知情的她们都诧异 神眼之和我尝得那么像 神眼之却是很淡然 她笑着 对在座的人客气开口 真是抱歉 来晚了 说完话后 神眼之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此时的我 剪掉了林思雨 曾经喜欢我留的发型 略带文艺峰的中长发 扎在脑后 随意的牛仔外套 和神眼之比起来 到底是了林思雨喜欢的味道 神眼之看着我看了口 那样子 仿佛我和她很早之前就认识一样 她说 你是顾恒吧 和我长得确实挺像 我握住酒杯的手 不自觉地再抖 却仍在极力稳住心神 最后 我也笑了 我说 神总 或许 是你和我长得很像 留着和我以前一样的发型 穿着我曾经最爱的那家高定西装 那样子 简直和以前的我如出一辙 说完这话后 我看向紧领着唇一言未发的林思雨 我端起酒杯 朝着林思雨大方地笑了起来 林总 神总 这杯酒 我敬你们 说完话后 我在林思雨微醋的眉头里 将红酒一饮而尽 晚餐结束后 我站在路边等和雪来接我 和雪之前 因为母亲生病 早两个月 就提前回了国 可等了一会儿 我没等到和雪 却等到一辆车牌熟悉的保时捷 停在了我跟前 车窗滑下时 林思雨的脸 阴灭在明暗灯光中 她像以前一样 对我下命令一般开了口 上车 可她忘了 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听话的故衡了 我说 林总 不劳烦您了 我等人 话音刚落 和雪的大众就开了过来 我在林思雨世人的眸光里 坐上了和雪的副驾 车子一路迟行 和雪看了一眼后视镜里 一直平稳跟着的那辆保时捷 她开玩笑地开口 拖了你的福 第一次被一辆豪车跟了一路 我朝和雪笑 考验你车技的时候到了 和雪和我对视一眼 猛踩油门 碰上下班高峰期 价格不菲的保时捷 一点优势没有 林思雨很快就被和雪甩掉了 路上 和雪说 我听说你在饭桌上的事了 她说的 大概是我在饭桌上 和神眼知的事情 和雪知道这个事情并不奇怪 这次和我一起 出差的同事 和她也是朋友 我已经能够想象得到 他们在背后议论我的事情了 我笑了笑 没再做伤 长久的沉默后 和雪停下车来 她目光真挚地看着我开口 需要帮忙 随时说 自从那次饭局 见了一次林思雨后 这段时间 我倒是没再见过她 听同事闲聊 林思雨最近在忙着 新酒店的事情 新酒店 是为了她和神眼知的 世纪婚礼单独见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同事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一眼 我没搭话 只低头吃着饭菜 最近酒店准备的 都是我爱吃的饭菜 至于酒店 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喜好 不用想 也知道是林思雨交代的 隔了一个星期 林思雨来找了我 彼时我刚和浩子 那些朋友聚完回来 刚洗漱完 准备躺床上时 门铃就响了 打开门后 我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林思雨 她的身上有酒味 画着眼影的眼妆 不再那么精致 穿着高跟鞋的脚步 有些不稳 陪她来的 还有之前就认识的 王秘书 大概是我脸色并不好看 王秘书尴尬地开口 顾先生 林总喝多了 说要找你 林思雨喝多了 谁都哄不住 我理解王秘书的意思 以前也总说我陪着 可现在 我和她已经没了关系 我冷淡地开口 王秘书 我和林总 已经没关系了 说完话后 我就准备关门 门关上之前 我的手腕被林思雨拉住了 她的眼里有委屈 是我之前从来没见过的模样 从前那个盛气凌人的林思雨 此刻就像是被抛弃的小狗一般 她红着眼睛看着我说 顾恒 你回来好不好 看着这样的林思雨 我的心软了一点 林思雨像是下了很劲一般 紧紧拽着我的手 一点也没有以前高傲的模样 可她不知道 男女力量悬殊 即使她费尽所有力气 我还是轻易 就掰开了她的手 但是她仍旧不肯走 我看向一旁的王秘书 王秘书不肯给神眼之打电话 不为难王秘书 我只好从林思雨的口袋里 摸出手机 可食指不小心碰到了指纹解锁处 手机突然解了锁 这个指纹 还是几年前林思雨心情好 使我输入的 那时我们感情很好 我试图和她做一切正常情侣会做的事情 这个指纹 我没想到 她到现在都没有删除 点开通讯录 置顶的电话号码 还是我以前的那个号码 一路往下 我搜到了神眼之的电话 电话接通的时候 神眼之听出了我的声音后 声音从雀跃瞬间变得低落 挂了电话后 我有瞬间的恍神 以前的我只要一接到林思雨的电话 也会无比的开心 神眼之来得很快 看得出来是真的很着急 她穿着一套休闲的居家服 就连脚上都穿的是居家拖鞋 看着醉酒的林思雨 眼里满是担忧 神眼之带着林思雨走后 王秘书和我说了很多事 王秘书说 那年我离开的时候 林思雨找了我很久 王秘书说 林老太太一直催着林思雨 和神眼之结婚 林思雨也没答应 她还说 林思雨送给我的那套公寓 也一直让人保持着原样 有几次 她在那里发现 抱着酒瓶醉得不省人士的林思雨 隔天 项目推进会结束后 我被林思雨 堵在了地下停车场 林思雨拦住我的去路 她问我 顾恒 你就那么讨厌我 我看着面前的林思雨 开口道 林总 麻烦让开 说把我抬脚往前走 可被林思雨拉住了衣角 她拉住我衣服的手那么用力 直接犯了白 她说 顾恒 我找了你很久 这次 我不会再放手了 林思雨说到做到 不知道她怎么和我上次说的 我不得已住回了她之前 给我买的那套公寓 林思雨说 如果项目结束 我还不改变心意的话 她就放手 或许是带着报复的心理 又或者是带着怜悯之心 看着面前固执的林思雨 我答应了 那个曾经在我面前 总是高高在上的林思雨变了 只要一不要工作的时候 她就会给我打来电话 电话不接 她就给我发来一串信息 碰上什么有趣的事情 她像个热恋中的小女孩一般 会给我发来消息 一起分享 尽管我从来没有回过她的消息 一下了班 她就往公寓赶 甚至亲手下厨 给我做我爱吃的菜 那个从来没下过厨的林思雨 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精心保养的手 被油烫伤的伤疤 坐在我对面 目光灼灼地 等着我吃她 亲手做的菜 如果我说好吃 她就高兴地像那孩子一般 她又像以前一样 让人把最新上市的奢侈品手表 成堆成堆的网工预送 沈眼之找过我一次 咖啡厅里 我和沈眼之面对面坐着 端咖啡来的服务员 离开之前 看了相似的我们好几眼 沈眼之让我放手 不要再纠缠林思雨 我看着对面一举一动 都有我以前影子的沈眼之 笑了 你明明知道 现在不是我纠缠林思雨 而是她 缠着我 听了我的话后 沈眼之的脸色惨白 再见到沈眼之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了 不是我像沈眼之 而是沈眼之像我 过了许久 沈眼之开口问我 给你多少钱 你才愿意离开 要多少钱 我才愿意离开 看着面前的沈眼之 我想到林母 给我五百万 要我离开林思雨的样子 那时的林母 和此刻的沈眼之 那么的像 我低头喝了一口咖啡 缓缓地伸出一根手指 沈眼之原本紧绷的神色 在看到我伸出一根手指后 明显有了松险 她讽刺的开口 一百万而已 不 是一千万 在听到我的话后 沈眼之瞳孔瞬间放大 她嘲讽开口 你凭什么觉得 你自己是一千万 我笑 当初林思雨打掉我们的孩子时 林母为了堵住我的口 可是给了我五百万 现在 我要一千万 一点都不过分吧 沈眼之显然不知道这个事情 她的脸部逐渐变得扭曲起来 多少个深夜 我从梦里惊醒 梦里总有一双婴儿般大小的手 朝我伸来 那个浑身是血的婴儿 一直在梦里啼哭 我和林思雨的孩子 是林思雨瞒着我留掉的 林母对林思雨包养我 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 林家的孩子 却一定不能和我有关系 那天 我第一次跪在林母脚下 不停地磕头恳求她留情 就算要我到时候带着孩子 离开林思雨 我都愿意 只求她不要让林思雨 打掉我们的孩子 林母当然不会同意 挥手间 很快就围上来了几个 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 他们几个架着我的手脚 把我关在屋子里 一针麻醉剂下去后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等再次醒来后 他们告诉我 林思雨已经把我们的孩子打掉了 林思雨回到公寓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月后 后来 林母给我五百万 让我离开林思雨 因为沈眼之 即将回国接手沈家事业 我已经不能留在林思雨身边了 我答应了 当时爽快的 让林母都有些意外 她冷笑着开口 我早就知道 你留在思雨身边 果然是为了钱 可是 我不答应 又能怎么办 我没权没事 没有家人 就连我曾经那么期盼出生的孩子 也被强行夺走 如果不是这次工作原因 这座城市 我也不会再踏足 从咖啡厅回到公寓的时候 林思雨已经煮好了满桌的菜等着我 我才反应了过来 今天 原来是我生日 看得出来 今晚的菜林思雨用了很多的心思 八菜一汤 都是我爱吃的 她娇嫩的手背 又添了不少的心伤疤 灯光灭掉的瞬间 林思雨端着精致的蛋糕 给我唱起了生日歌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从来没给我过过生日的林思雨 此刻的样子 让我感受不到一点温暖 我看着烛光下的林思雨 只是在想 她是怎么做到 一边给我庆祝生日 一边又准备着和神眼智的婚礼呢 林思雨把插着蜡烛的蛋糕 往我面前又推了一点 满脸期盼 来 吹蜡烛 见我没有动 林思雨又提醒了我一声 快点坐下吹蜡烛啊 最后 我在她阴切的目光中 吹灭了蜡烛 灯光再点亮的时候 林思雨把礼物推到了我的面前 蓝丝绒礼盒包装的两枚精致的对戒 那是我曾经买好的戒指 这戒指 当年离开的时候 我没有从公寓带走 可是 此刻灯光下 闪着蝉蝉荧光的两枚对戒 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林思雨小心地开口问我 要不要试一下 我注视着林思雨 缓缓开口 你会和我结婚吗 听了我的话后 林思雨没有作声 空气一时安静地有些可怕 她抬手想要来触碰我的手 被我躲开了 她的手尴尬地扑了空 其实她不回答 我也早就知道 林思雨不会放弃和神眼智的联姻 更不可能嫁给我 这个答案 两年前我就知道了 她要的只是 我仍旧当那只被她包养的听话的小白脸 我抬头看向林思雨 开口说 我也送你一份礼物吧 她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事的 她拦住了我 我们戴上戒指 再说好吗 我没顾她的话 走进房间 从储物柜的深处 拿出一个箱子 那个箱子里 是我曾经满心欢喜 给我们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东西 那些没来及拆开包装的衣服和玩具 在看到那个箱子时 林思雨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她一开目光 明知顾问地开口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我指着箱子里的衣服说 我说 你看 这些衣服 她穿上一定很可爱吧 她会喊我爸爸 喊你妈妈 可是 她再也回不来了 林思雨拿起刀开始切蛋糕 可她切蛋糕的手在抖 蛋糕上的幸福这两个字 瞬间变得面目全非 你看 我们不可能幸福的 她说 顾恒 你别开玩笑了 我们先吃蛋糕 今天是你生日 我们的孩子没了 你早就知道 从你瞒着我留掉孩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们回不去的 林思雨切蛋糕的手 终于停了下来 她捂着眼睛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终于哭出了声 看着面前颓丧的林思雨 我突然就笑出了声 我盯着面前的林思雨 一字一句地开口 或者该说 你很早就知道 我们的孩子不可能留下来 可是 她却从来没和我说 甚至还让我像个傻子一样 傻傻地期待我们孩子的降临 两年前的那天 林思雨和我说 她去国外出差 她刚走 林母后脚就带人来了 那一个多月的时间 林思雨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电话电话打不通 消息消息也没回 偏偏在我答应林母 拿五百万离开的时候 林思雨听到消息赶回来了 那天的她 连最重要的股东大会都没有参加 可是这些 都不能够让我原谅她 瞒着我留掉了我们的孩子 林思雨看着我 最后开了口 对不起 我只是 林思雨的声音有些哽咽 她有些着急 可是越着急 越说不清楚 那个在工作上运筹帷幄的女强人 此刻 竟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看着面前红了眼睛的林思雨 笑出了眼泪 林思雨 你不配得到原谅 永远 从公寓离开后 我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直到天色落白时 我才发现 我竟然走到了 我和林思雨第一次相遇的海边 那时 奶奶刚去世没多久 遵循奶奶的遗愿 我把她的骨灰 撒到了海里 每次想念奶奶的时候 我总会来这里坐上很久 那次 海边有个小孩落了水 我什么都没有多想 跑过去就上了小孩 可是我却被海浪给打翻 冲进了水里 海水倒灌进胸腔里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我不会游泳 就在我以为我快死了的时候 林思雨出现了 那是我和她的第一次相遇 后来 她送我去了医院 知道我不是轻生 她看我状态不太好 担心我一个人在医院 居然陪着我在医院 待了整整一晚 那个时候的 我还不知道她的家事 只是自然而然地觉得 这个女生体贴暖心 让我想到 我去世的奶奶 也是在我生病的时候 一手就熟了我整晚 再后来没多久 大学毕业 我去应聘 结果没曾想 那是她的公司 不过 她给我开了 另一个工作岗位 做她的情人 就这样 我成了她的情人 头一年 林思雨对我百依百顺 可直到后来 我听说了神眼智的存在 那个和我长得 很像的男人 而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 她的婚事 很早就定好了 只是 我逾越了做情人的本分 后来想要出了钱以外 更多的东西 我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 想要和她有一个像普通人一样的家庭 再有一个或者两个可爱的孩子 可这些都不可能 她的家庭 就不允许她的婚姻自由 何雪找到我的时候 我坐在海边发了很久的贷 项目结束时 林思雨和神眼智 为了婚礼新建的酒店 也建成功了 我和何雪重新回了泰国 一段时间后 林思雨和神眼智解除婚约的消息 传遍了网络 后来 林母找到我 说是我毁了林家和沈家的联姻 我看着对面面目猙獰的林母 淡淡开口 我只是 说了实话 而已 咖啡厅里 我离开前和神眼智说 林思雨 只爱她自己 两年后 我工作的公司 在中国成立了分公司 因为我平时工作表现不错 又是中国人 所以自然而然的 我成了分公司的负责人 刚回国的时候 我忙得焦头烂额 直到两个月后 公司逐渐步入正轨 那天 我在合作项目书上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林思雨 我坐在宽大的椅子里 愣神了很久 久到一旁的秘书开口 喊了我两声才反应过来 秘书说 对方公司约了晚上八点 在餐厅谈项目 晚上 我带人去了约好的餐厅 再次见到了许久没见的林思雨 其实也不是许久没见 至少 她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手机浏览的网页上 平时看的财经频道上 这两年 关于林思雨的报道很多 一个单身又优秀的女总裁 因为工作被频繁报道 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看到我时 她朝我伸手 笑得大气 又明朗 好久不见 我轻握住她的手 肌肤向处的瞬间 很快松开 我朝她微微点了点头 好久不见 那晚 我们像一个真正的合作伙伴 谁也没提起以前的事情 工作谈完结束后 我最终还是问出了 一直压在我心里的疑问 为什么选 我们公司合作 林思雨清孝出生 之前和你们总公司合作过 我觉得很不错 另外 这个新项目的前景 我很看好 我久久没再说话 直到她开口 你不会以为 我是因为你吧 我有瞬间的证神 随即在心里自嘲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 好像只有我还活在过去 那个项目 我们公司和林思雨公司 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才结束 不知道是谁提议 这是我们公司谈下的第一个大项目 要庆祝 不想打消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我点头同意 庆功宴摆在海边 鲜花音乐还有烟花 很是浪漫 那天 我也因为高兴 多喝了两杯酒 朦胧间 我好像听到有人喊 林总 再次醒来 我是在酒店的房间 我的身边 躺着位置寸缕的林思雨 我有些恍惚 很多年前的早晨 林思雨每天早上 也是这样在我怀里醒来的 我以为 昨晚是 不 不是吗 我和林思雨 真的重新在一起了 早 林思雨睁眼看到我时 沙哑着声音开了口 我紧抿着唇 没有作声 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面对 我和林思雨现在的关系 是恋人 还是一次意外 见我这样 林思雨先开了口 昨晚 是意外 你放心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不会让你负责的 我张了张嘴 有些气急 还没说完 林思雨已经先穿好衣服 出了门 全程再没多看我一眼 我和林思雨的关系 好像又陷入了冰点 自从那晚 我们谁都很自觉地 再没联系过 直到两个月后 何雪给我打来电话 她说 她在医院 碰到林思雨 到医院妇产科检查身体 何雪因为妈妈的原因 比我还早回了国 回国的何雪 惊人介绍 重新认识了新的男友 前段时间 她怀了孕 今天照常去检查身体 没想到 会碰到林思雨 只是林思雨并没有看到她 她有些放心不下 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应该和我说一下 我的脑海里 又想起很多年前的事情 我什么都没有说 挂了电话后 我拨通了林思雨的电话 电话响了许久 也没有接通 我开了车 直奔何雪说的那家医院 在连闯了三个红灯后 我终于在医院找到了林思雨 她的手上 是刚刚检查的单子 我清晰地看到 单子上写着 怀孕四周的字样 我赤红了眼 紧紧抓住林思雨的手 问 你这次又想背着我 把孩子打掉吗 病人家属吗 孩子发育很好 她是来做检查的 你这样会吓到孕妇 坐在对面的医生 开了口 换回了我的理智 我诧异地 看向一旁的林思雨 你只是来做检查的 林思雨红着眼 看向我点了点头 这次 我会生下我们的孩子 我握住林思雨的手有些抖 直到她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知道 我和她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